原妖妻,她是张学良第二任夫人,曾为保护学生被徒废糟蹋,结果却惨遭抛弃,2016年电视剧《少帅的火影》播出,让张学良的第二任夫人顾瑞宇逐渐浮出水面, 说起张学良的夫人,我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,于凤志和赵茨小姐,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其实张学良正是婚姻有三段,原配夫人是于凤志,第三任夫人是赵茨小姐,其第二任夫人是古瑞玉,据资料记载,古瑞玉虽然没有于凤志及赵茨小姐的名号小,但她却是与张学良爱得最为激烈的一个, 对于张学良的第二任妻子古瑞玉人们知之甚少,很多记载真实性不高,即使喜欢写回忆录的张学良也没得回忆录中提及自己的第二任妻子,图,唐静卖的电视剧《少帅》中饰演古瑞玉,古瑞玉,1904年生,也有说1901年生,天津人,是个婚喜儿,父亲是俄国人,母亲中国人, 至于他父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,这难以考争了,那么张学良是怎么和古瑞玉相识的呢? 目前有两种说法,说法一,这要从1922年4月第一次直风战争爆发说起, 这年7月的一天,古瑞玉去他二姐夫家出席家宴,偶遇张学良,两人有此结识,由于古瑞玉是中俄混血,其特有的外表和气质,让张学良深深被其吸引,特别是当听到古瑞玉,因保护学生,被突飞入去成为压寨夫人后,张学良更加敬佩他的勇气, 两人不,就产生爱情,图,唐金麦在电视剧《少帅》中饰演古瑞玉说法, 而古瑞玉从小理想成为一名老师,中学毕业后,他来到黑龙江加穆斯,做了一名小学老师,1920年,图粉老占东攻打加穆斯,为了保护学生古瑞玉选择留下来,结果被图粉录去糟蹋,老占东占领加穆斯不久后, 就被张学良的手下祭拜,并且收负了加穆斯,张学良在清理老占东的住处时,发现了古瑞玉,当张学良了解了古瑞玉的身世后,开始联想西域起来,于是两人很快润入爱河,对于这段爱情,张学良很矛盾,一方面他却是对古瑞玉有真诚的爱,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敢把他正大光明带回家,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和于凤志结婚了,张学良与于凤志的婚姻是父亲张作霖亲自确定的,张作霖教育子女向来严厉,开始张学良并不敢把古瑞玉带回家,只能把他安排在军中,于是古瑞玉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号, 随之古夫人后来,张学良终于鼓起勇气,向父亲提出自己与古瑞玉的关系,这时的张作霖已经娶了五位夫人,在那个时代娶气那些,是很正常的一件事,1922年,张作霖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,张学良有了第二位夫人,古瑞玉与张学良结婚后,并没有住进大帅府,婚后不久,当张学良得知古瑞玉有很强的求知女后, 便把她送到天津南开大学读书,其实古瑞玉之所以答应去南开大学读书,有各种要原因,她想代替张学良完成她的大学梦,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,奉系取得胜利,张学良领兵入关,张学良在天津驻军期间和古瑞玉,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,可惜一切都因郭松林叛变,戛然而止, 郭松林原是张作林会下的第二团团长,也是张学良的教官,明国十四年,她在冯玉祥支持下骑兵反张学良,兵败被杀,由于古瑞玉与郭松林夫妇关系拟接受的牵连, 张作林命令张学良兴了古瑞玉,张学良采取了拖延方式,但是1929年,张学良一请别人赵赐小姐,随后张学良与古瑞玉协议离婚,古瑞玉被抛弃。 还有一种说法,1928年,张作林被日军炸死后,杨宇廷因谋取代张学良,结果他收买古瑞玉,企图贾借为父亲祝寿的名义, 将近古瑞玉,和张学良来家中参加宴会,进而谋害张学良,图,唐金卖在电视剧《少帅》中饰演古瑞玉,结果张学良在参加宴会时插点子在日本老人手下, 多亏于风至极实实破杨宇廷的阴谋,张学良残念遭遇难。经过此事后,张学良对古瑞玉的感情将至冰点。 1931年1月,张学良与古瑞玉解除了两人婚姻关系,古瑞玉与张学良离婚后,他改名孟小语,开始重新实习小时候的理想,成为大学一名大学老师。 直到了1958年退休,图,唐金卖在电视剧《少帅》中饰演古瑞玉。 古瑞玉虽然与张学良离婚,但他一直深爱着张学良, 在与张学良离婚后的近半个世纪里,他终胜未在家,家里还摆了多张张学良年轻时的照片。 1983年,古瑞玉在天津病逝,终年79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